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实战还没打响 双方的口水战就已经率先开始了 尤其是大象队的未来同学更是自信满满 毫不示弱 事实上当天晚上双方的口水战都只是小意思 在下午实质性的正面冲突就已经上演过了 我们那边没有啊 我们那边 这我们老子人家 又转贴到这个地方放着了 这东西是我拆下来的 我说那边办过了 又办过了几句也了 那里已经全到资源了 先打一下 再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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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来就这样 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 我不说了 身材瘦弱的杨小龙 在这场帐篷争夺战中 从一开始就落了下风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高马大的李鼎才 把两顶帐篷搬走 第二天比赛清晨 孟马队起了个大早 提前一个小时就集合整队 但有一种抢占先机大干一场的气势 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是一个家庭 我们应该携手分地 有任何困难的话 就找我就行了 希望我们能成功 一 二 三 成功 一 二 三 成功 到达现场之后 孟马队着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搭建舞台 而大象队的舞台在昨天就已经提前完成了 这无形之中 在时间上 就对孟马队提出了一个不小的考验 我们应该搭建舞台 第一项工作 第一项工作 从几点开始 几点时候开始 我们大概是 现在是九点 现在是九点 我们是预计在九点半周 与此同时 在孟马队中 之前一直作为队员的王孟维 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 俨然扮演起了队长的角色 但是 似乎现场的进程却一直是事与愿违 一个小时过去了 仅仅是舞台搭建 孟马队都没有完成 反观晚道的大象队 却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就聚集起了不少的人气 现场活动也已经按部就班地展开了 直到上午十点钟 孟马队的舞台还没有大好 在所有的计划序列之中 似乎只有刚刚先期解决了的一个音响问题 我不得想 你弄明白没有那音响 现在反正能把它弄出声 半小时后 孟马队的现场活动终于仓促展开了 欢迎光临圣像木地板 您现在看到的是圣像木地板 科罗拉多山核套木 植木 就是你们现在推广的这款产品 叫什么名字 科罗拉多山核套木地板 珊瑚桃 珊瑚桃 到底是什么 珊瑚桃 珊瑚桃是吧 此时在大象队的场地上 活动开展的是有条不紊 如火如荼 可以在上面写下 对台湾同胞的祝福 二 三 现在抬起来写一下 后来 康树成为了给瑞典皇室公平 后来 甚至连来到现场评判的评委吴浸女士 都被大象队的主持人吴倩然 带动到了活动之中 现场的各位朋友们 早上好 好 想给你们问他真早 在这里呢 今天我们现场出现的 你们看到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大学生 相比大象队热闹的场面 在孟马队的场地附近 气氛显得异常冷静 整个舞台底下 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观众 孟马队的爱甜甜此时 又想出了一个新的办法 就在孟马队还在为人气的 持续低迷发愁的时候 另一边的大象队 在队长吴倩然的带领之下 新节目层出不形 不断掀起高潮 虽然此时比赛才刚刚接近过半 但是胜负的天平 似乎已经逐渐有所倾斜了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比我想象中好很多 好 我们一起来 而且窗也蛮好的 这个还蛮好 我刚才这两边 我其实走了一下 走了一下我想我主动过去的时候 有没有人 因为他们做比赛 有没有人主动来 来跟我谈产品的行李 临近中午 孟马队的现场活动氛围 还是毫无其分 王孟伟等几名队员 干脆抛开了队长严急 小范围商量了起来 某个事 今天是一天的时间 上午失败了 还有下午 下午鼓足一次 还有可能就一地打班机 很快到了中午 忙碌了一上午的队员 终于可以放松休息了 短暂的休息之后 队长吴欠然决定 下午将主战场转为销售 而另外一边 孟马队全队决定不吃午饭 也进行策略调整 下午开展抽奖环节 他们期望的绝地反击 能否上演呢 我们孟马队的 创业头号是什么 创业程度爱情存在 郑先生冲中了我们的鼓励奖 祈求 显然抽奖的活动 也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奇色 临近比赛结束的三点钟 大象队在当天的比赛中 不仅现场互动活动 依然有声有色 而且还签下了两笔订单 全队已经基本开始了 自娱自乐的状态 此时在另一边的孟马队 失败的悲观情绪 已经彻底笼罩了全队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 还是保持对心理的内容 去做的信念 不管结果如何安静等待 也用一个平常心去接受 这个比赛的结果 我们明天9点半的时候 在基地宣布 另外呢 需要提醒你们的一点是 如果在本次比赛中 失败的队伍 将会受到惩罚性的淘汰措施 首轮比赛结束 胜负形势看似明朗 但结果没有宣布之前 一切皆有可能 同时有六名选手 即将离开本次比赛 他们会是谁 失败的队伍 将面临何种惩罚性的淘汰措施呢 究竟评委最终又会做出 怎样的判定呢 敬请明天晚上继续关注 创业成都冲冲冲 聼演讲 档州讲 盘耶尘封 冲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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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ae